但不管是在哪个地方的预售物 都是小宅了 现在房子都越来越小了 以前说买千万豪宅 现在是买千万小宅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千万豪宅这件事了 只有千万小宅 所以因为总价太高了 所以房子就越来越小 所以现在的房子都是小宅 所以到底千万预售屋哪里长呢 观众朋友可能最想知道的还是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赶快帮你来公开一下 十大热销区大公开 到底千万预售屋哪里长 前三名都在桃园 桃园龟山 桃园观音 桃园扬梅 还有平均总价在600多万 700多万 800多万的房子 这是在桃园这前三名 第四名是高雄小港 可以找得到总价700多万的房子 西北市也有 在淡水 淡水 理解 来淡水呢 还可以找得到大概总价800万左右的房子 那么第六名是高雄的人武区 800多万 接着七八名是台中台南 也都是700多万的房子 接近800 那第九名是台南 在安南区可以找到800多万的预售屋 宜兰武捷可以找到600多万的预售屋 这是在千万预售屋 但不管是在哪个地方的预售屋 都是小宅了 现在房子都越来越小了 佩真 我觉得我看到这十大排名 我觉得比较有感的是桃园市观音 还有这个龟山跟杨梅 还有新北市的淡水区 因为我比较多的同事 他们会住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们住在这些地方吗 对 但是每天要通勤到台北市 你们公司在 我们公司在台北市德惠街 德惠街 所以他们要每天来上班 如果要赶这个八点半 他们可能六点就可能必须要起床 所以冬天是天还没亮就出门了 没错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说 是要用时间去换取它的空间 如果你一定要说 我还是希望这辈子 还是希望能够拥有房子 可能现阶段就必须要去找这个 核心区域的周边 而且更往更周边的地区 才能找到这个所谓千万预售屋 如果因为年轻人很喜欢住新房子 老实说年轻人不喜欢买老房子 所以预售屋 其实你去看预售屋的 金安现场很多都是年轻人 那现在流行小宅 什么叫小宅呢 小宅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小于25坪以下被称为小宅 那有一份资料显示 最近的成交呢 大概每五间里头有两户都是小宅 所以小宅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如果我们的房价出于我们的所得 也就是房价所得比 那平均最先数字是要9.72年不吃不喝 才能够买一间房子 所以在总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市场被迫推出的就是小宅产品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